在这个世界,所有的矿石都变成了幸运三块 完了不仅能够得到人有的矿石 还能够触发幸运世界 可以说是满意送一 真的假的,还有这种好事 如果我来试试,最后就有一个 希望确认只剩保佑我来把加特林 如果是啊,不倒入白话 哎,你听我说 应该说哪个方式不对 带来一点,留点好东西吧 是,这种有一个美国 吸入世界呢,不好东西呢 但是要评人,自己看看 哼,我话都还没说啊,你就在这瞎整 这幸运方块怎么能用普通稿子挖呢 但是要用特制的幸运稿子挖啦 这幸运稿子也不难做 小木棍加上煤铁铜 轻松制成 这边石头多 弹矿的几率也高 是青石森呢 也不知道说是幸运的好还是不信头 这才刚下方就遇到了地牢 有没有事,就这菱形几个野人 我还是可以对付的 这一波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野人都没反应过来 这边我们消灭啦 幸运幸运之神倦果 地牢往下来逼出好多些 呃,病流特别好 我知道了 我们的好运还留在后头看幸运方块呢 接着走,赶紧挖矿水 好家伙就是转角欲当爱呀 一下子就这么多野人包围过啦 这说明了啥,说明这里肯定有好东西 需要大人怪物看守 一块同块体会应用进行 一会儿就收拾过了三两 接下来就是说幸运时间 表面我有个想法 不如我们先花一堆的幸运方块 回纸面再全部一起打开 想想这画面一堆幸运时间同时发生 多撞回来 我说表情我有点疑问 这种怪物幸运方块会不会和我们先玩过的一样 不仅有幸运时间和导致时间 你肯定是两者皆有啦 天下哪有真正免费的午餐 货福相依 干嘛 你该不会怂了吧 有可能 是我担心你运气态上看不出好东西 要不咱们回地面评评 看谁才是运气态的那个 回忆就回忆互怕互啊 看点树枝做成幸运稿 小伙们准备好了吗 成功与否就看今招啦 先来试试这个 表面你来 你手气比较好 好吧 我说了这话 一看就开出了个远古当当 直接被一招带走 好歹还拿了个平底锅 平底锅而已 看我的 导臻比你的厉害 这爆炸是点了 我不信 可以试试 这嘴是岩家 算什么幸运方块嘛 全都是倒霉的 干脆改成倒霉方块算了 难道是因为我们用的方块太低级了 一直都是在用煤炭这种随处可见的 我试试用个好点的 用金块好了 不仅没有惩罚哦 可得到我来赚钱 再来试试咱 小伙们一头掉进了虚空 老都老都回来 我算是明白了 越贵重的席头开出来的东西越好 而且被审罚的几率也越少 两位快来试试 这个超稀有的能源石 一定能够开出好东西 真不错 还好一把大宝剑 我也来开开 好东西光剑 还有各种各样的神器 甚至还开出了核弹 好家伙 有人试过别说高昂的远古当当 虚空怎么杀死了 复仇时刻到了 远古当当 只有你这小子刚刚追着我打是吧 来上上核弹的力 轰的一声 别说远古当当啊 我也被轰上了鞋了 再开点 然后就点虚空 再摆发虚空核弹 直接送虚空上西天 武器多大背包都快装不下了 大宝剑算什么 我身体还捏到手套 万事俱备 就等召唤虚空 小妹准备好鸡排 我们开始了 好了 今天在这找个门 再来啦 没有武器 管他什么招式 一个进屎就对了 闭着眼门 往虚空身上的打 都不会有错 但是 中间眼门 不打到我身上 那天气势怎么办了呀 嘿嘿嘿 自己意义吧 小妹他要逃了 追 这边一塌骗火 不用说 肯定是虚空搞的鬼 哼 说他 还有谁会这样 随意放火 引发森林火灾 太可恶了 吃我喝蛋头 叫头我也没用 一起吃喝蛋头吧 我现在把地面挖的 到处都是大壳 这浓热的 怪物还见了不像 小小的大 我们都说暗门还见 就是嘛 三岁小孩都懂的道理 虚空居然不懂 我该被走 都算是结束了 我现在地面这个大壳 怕是难恢复了哟